24 明報 中文靈聽疊聲2470人加分31人博大務投訴未得請 2015年7月15日港民A06民憑視中文科靈聽卷出現疊聲2470名考生獲加分 但亦有31人而博大務投訴 最終不獲加分 考評局公開考試總監李王維解釋 會要求每個報告受影響的學生提供充分理據 例如在那段時間出現干擾及雜聲類型等 事件中只有以收音機接收廣播的市場受影響 但有幾名投訴考生是在紅外線市場應考 另有部分考生報稱受影響的時段 與港台出現疊聲的時段不懂X 他們均被視為理據不夠充分 加1至3分佔全科0.4% 香港電台表示 中文靈聽卷出現疊聲 是由於直播時出現技術問題 該台已即時改善廣播流程 並加派人手監察 確保不會再發生類似情G 考評局作表示 全港有35個市場的市場主任反映出現疊聲 共2501名考生向局方報告受疊聲影響 其中2470名考生獲加1至3分不等 李王維說 調查發現廣播時 共23分鐘內容出現斷續的疊聲 每次維持約0.5至2秒 涉及的16條題目合計35分 但疊聲音量輕微 考生仍可清晰聽到錄音內容 該卷總分為76分 佔中文科成績一成 為評估考生受影響程度 考評局將所有學生分為4類 分別是 1、43個紅外線市場約8000名考生 2、市場出現疊聲卻沒向考評局報告受影響的近5000名考生 3、用收音機 市場沒疊聲的5.1萬名考生 4、增向考評局報告受影響 且提供充分理據的2470名學生 考評局對照四組考生的表現 認為最後一組考生受到輕微影響 故決定按照個別考生中文科其他卷的得分 調整其聆聽卷的分數 加1分至3分 約佔中文科總分的0.1%至0.4% 考評局沒統計多少學生成績因此升級 稱無異傳採紅外線廣播李王衛認為今次屬個別事件 且港台市後積極調查、提供資料等 他認為紅外線考試也有期局限 例如價格昂貴、有時也會出現接收問題等 只適合在大氣電波接收差的地方使用 考評局沒打算全部市場轉用紅外線接收